2019亚洲小姐香港区决赛 11月2日晚在香港大浦亚洲电视总台举行 14位佳丽经过跳舞、走秀以及问答环节 最终冠军由外貌神似日魔水源西子的大热佳丽 15号罗斯亚夺得 她领奖时开心的忍不住流泪 而亚军是赢得网上投票魅力值大奖的5号张文 至于落选香港小姐净审三次的 14号范莎莎整晚表现高涨 最终摘得季军以及最上镜小姐 三位得奖嘉丽在比赛后接受访问 表示现在心情松了一口气 饿了几个月肚子很想大吃一顿 那有没有想过入行之后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之后呢我自己的话 我对演戏跟唱歌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可能有机会可以发展一下 还有我自己有做一个小公司还会继续经营 那我呢做对演戏当然是非常要感兴趣了 刚刚在台上也简线了一段不是很完美的演戏 但是很想挑战一下自己这样子 我现在也是目前就是如果有演艺圈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也很热意尝试 对然后现在接下来之后可能继续想要升学或者工作之类的 我都会继续再安排 另外既然通过参选得奖通常都会和电视台签约 不过现在亚洲电视的环境一直不稳定 不知道三位嘉丽会不会选择签约呢 这个我们还是会再商讨 然后再跟公司去就是聊些事情 是不是跟着来都要认一个跟从头演员之外 对 大中华的比赛那个就竞争比较激烈 我们会努力做到最好 没有这样子啦 总是机会好 现在今年刚刚好来选之后成绩出来蛮好 所以就没有觉得什么应该早一点 因为都是天气地利人和吧 就这样子 那范莎莎你这次终于在亚姐决赛获得肯定 将来有没有计划再回TVB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呀 相信有了相关经验和奖项之后会有很大帮助哦 就现在先看看现在这边的化解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我想的方向会是我想去的地方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 好来 大家多谢我工作 天下来